籃球場上球員慢情緒激動 13號高雄前陣運動中心場面濃濃火藥味 裁判警告哨音都吹了好幾次 雙方球員和關心的朋友擠在場邊 有人要制止有人做事要動手 比賽一度中斷 其實就是一些言語上的焦慮 就是可能有講一些刺激對方的話 或者是有一些肢體動作 我們當然就是避免去造成後續的衝突 所以有跟他們說我們會做報警這個動作 原來民間團體舉辦籃球聯賽 發生衝突的是社會組別 沒有限制年齡職業 來自各行各業的選手廠商廝殺 14號下午又發生了大假狀況 籃球場外一群人拉拉扯扯 看來是同隊隊員要安撫情緒 觀眾說雙方為了誰出腳害衰大打出手 剩30秒的時候然後他們 因為可能有勾到腳的問題 然後就有拉扯到 然後兩邊不爽就就互相打起來 然後兩隊都衝上來 按照規則就是奪旋出場 其他的球員就繼續比賽 14號的衝突讓比賽中斷了10分鐘 籃球賽選手打架 主辦單位證實今年狀況多 我覺得今年可能是夏天真的太刺 所以大家的火氣會比較大 越打越激烈 也蠻好看的啊老實說 主辦單位發出了聲明 表示為了素人籃球員 從公開組到熱血運動組 甚至還有女力組一路走來 球員太重視比賽勝負 才會發生衝突 將依條例給予罰則 刺激的籃球賽 因為口角拉扯 也讓健康形象差點受到影響 三立新文章則如 朱宇榮 高雄報導